最近蔡徐坤和白露一起登上热搜了 但内容却是普普通通的节目片段 让不少人觉得他俩的CP没啥意思 但其实不能这样看 目前蔡徐坤跟白露捆绑营销 证明了蔡徐坤要甩掉金镜令组队的意思 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金镜和蔡徐坤合作的时候 金镜的通告就是踩着蔡徐坤往上爬 这就让蔡徐坤的粉丝非常看不惯了 蔡徐坤的爆红并不容易 所以他特别珍惜自己的羽毛 也很重视粉丝的想法 所以这段时间他就换CP了 而白露是网红出身 所以没科班出身的人那么大的架子 白露也没啥叽叽歪歪的主意事项 所以蔡徐坤和他合作依然可以掌握主动权 可以规避了自己90%不想要的东西 他们两个合作是互惠互利的 这段时间余政也在力碰白露 所以他俩一起上热搜代表着强强联合 后续也不乏会有合作 热度正火 另外尽管不少人认为他俩一点CP感都没有 但现在玩的都是资本运营 艺人抬前的合作代表着背后资本有交集 真假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说实话真的不明白白露近几年的资源怎么那么好 也不太明白他怎么就活起来了 而且出演的电视剧很多都能被观众记住 我觉得不得不感谢力捧他的人余政 余政的眼光可以称之为犀利 不算褒义也不算贬义词 他欣赏的女演员都是长在他的审美点上 而不是长在大多数观众的审美点上 他曾经力捧的袁珊珊真的浪费了他很多心血 他看好的张猛莫名其妙的又去整容 可以说白露算目前他比较正确的选择了 跟白露一起搭档的男性真的让人羡慕 和徐凯的《招摇》搭档罗云熙出演的《半世密堂半世伤》 和任佳伦搭档的《周生如故》 搭档肖战出演的《王牌部队》《凤秋皇》等等 感觉娱乐圈的优质男演员都合作了一大半 据说有某女星故意找人去挖掘白露的黑料 想打压她一下 但是还是无功而返足以证明 白露的资源确实是好到让人嫉妒的地步了 和罗云熙出演的《长月记名》正在拍摄中 罗云熙可是被大家公认的最适合先下剧的男性之一 这部剧也是白露主动要求和罗云熙搭档 看来罗云熙也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 但是这部剧据说目前白露和罗云熙挺尴尬的 罗云熙公司想和白露炒CP 但是白露不太愿意 本人都没有那个意思 但是公司却觉得很有必要来维持曝光度 所以让罗云熙和白露之间的关系很微妙 其实炒CP这个事情确实很难说好与不好 现代剧可能炒CP效果会更好吧 但是并不是大多数在一起出演了电视剧 炒CP就能提高曝光度的 也有可能引起大家的反感 当初胡珠夫人播放的时候 也是准备炒一波杨幂和陈伟婷 据说杨幂是不太介意这样的宣传方式 陈伟婷由于有女朋友 所以拒绝了炒CP 其实个人觉得这样挺好的呀 如果真的炒他们两个反而会不太讨戏了 马上白露将迎来他的又一部新剧 宁安如梦 其实这部剧在前期宣传的时候是被叫做昆宁的 现在只是改了一个名字而已 原本这部剧最开始定的男主是徐凯 徐凯和白露真的搭档了太多的电视剧 让观众都没有新鲜感了 后来据说观宏有可能出演男主 已经开始打算放弃这部剧了 现在这部剧的男主已经定为了张彬彬 确实是新鲜又让人惊喜的男主 张彬彬彬真的很有魅力呀 特别是她的声音又有磁性又性感 白露也是剪刀宝拉 万万没想到会和张彬彬搭档 这部剧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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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